你们带着这滴精血回去 将它送回司空一脉 这精血自会在司空一脉的人中 挑选合适的人来继承圣巫之位 既然有此物 我们明天就走 这么着急 你之前也说了 那人想要镇压国运时 抽取了所有曾经身为媒介之人的气血升级 当初在巫族时 整个灵修一脉 八成的人身上都被他中了媒介 虽然我和廷儿已经没事 可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这便有你们镇守 他也已经死了 不会有什么大事 我得确定巫族那边没事才能安心 而且圣巫的事情 也得告知族中那些长老 封印之外的事情 告知族中紧要的几位长老就行 他们打不开封印 也无需在意会有人破坏 只是最好别让他们外传 免得引起人恐慌 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不是要把他送去镇守之地的封印里面 让他被天魔吞噬吗 那鬼地方奇奇怪怪 这死兔子的能力更是说不上来 他本就是从眼灵界外来的 万一把他扔进封印里面 他反倒得了魔器滋养 再活过来怎么办 这世上没有什么被错骨杨灰更安全的 烧成灰了 天南地北一洒 任他通天之能 他也只能当个无主的鬼兔子 他就不信 他还能兴风作浪 还想去域外之地吗 想 可不是现在 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 我想多陪陪三个孩子 也想陪你好好看看这大下山河 之前以为那封印随时会破 他们才会急着想去巫族 可如今 知道那封印稳固 他便没那么急切 他想好好陪陪三个孩子 看着他们平安长大 看着他们结婚生子 等到他们各有归属之时 他和君九渊 也形变了这偌大的天下各处 他们再去慢慢探索那未知的地方 阿姨的情话还是这么好听啊 你的甜蜜言语 总是张嘴就来 我有时候在想 是不是第一次见你时 你就垂眼我美色 故意跌进我怀中 想要招惹我 明明是他看他可爱 逮住他就非说是他爱宠 只是还没等他说话 君九渊就突然低笑着 将他用力抱入怀中 阿姨 谢谢你 谢谢什么 谢谢你让我遇见了你 谢谢他能来到这个世界 谢谢他能爱上他 他不愿去想 他是怎么来到这里 也不愿去想 明明是大夏国运生出的灵 为何会出现在 云素英曾经所在的那个世界 他只相信 他们或许是注定的缘分 所以他才能带着他来到这里 他这一生最大的姓氏 就是遇见了他 永远拍照 君九渊低声难难 好 春有百花秋望月 夏有两风冬天雪 只愿君长饭